冯糖和西米一起煮 加滚烫的开水 煮30分钟 关火再焖20分钟 黑糖珍珠就做好了 糖和茶叶一起炒 炒至焦糖色 倒滚烫的开水 纯牛奶 焦糖奶茶就做好了 杯子里放几勺珍珠 倒入焦糖奶茶 好喝的家庭版黑糖珍珠奶茶就做好了 作为一个优质的男朋友 怎么能不会多抵抗他呢 白菜下水超下 变软就可以了 放在冰块上或者冰水里 铺上肥牛卷起来 也可以卷点胡萝卜 其他的蔬菜 找一个浅一点的锅 把所有的空隙都塞满 黑胡椒 盐调味 白糖提鲜 再来点生抽和蚝油 用水化开 倒入清水 加入料汁 煮至沸腾 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杯喝的 红星巴热切冰泡一壶绿茶 一起倒进破壁机里打成细腻的果浆 杯子里把盘果捣碎 加入满杯的冰块 再擦擦一面巴热装饰一下 白菜卷火锅也好啦 每一个都超精致 沾上小几秘质蘸料 味道特别的鲜美 一口一个 重点是还不容易胖哦 快做给爱的人吃吧 作为一个优质的男朋友 怎么能不会做低盘餐呢 白菜下水焯一下变软就可以了 放在冰块上或者冰水里 铺上肥牛卷起来 也可以卷点胡萝卜其他的蔬菜 找一个浅一点的锅 把所有的空隙都塞满 黑胡椒盐调味 白糖提鲜 再来点生抽和蚝油 用水化开 倒入清水 加入料汁 煮至沸腾 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杯喝的 红心巴热切冰 泡一壶绿茶 一起倒进破壁机里 打上细腻的果浆 杯子里把芒果捣碎 加入满杯的冰块 再擦擦一面巴热装饰一下 白菜卷火锅也好啦 每一个都超精致 沾上小几秘质蘸料 味道特别的鲜美 一口一个 重点是还不容易胖哦 快 做给应该的人吃吧 你们那里多少度啊 我这里实在太热了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 一定要学的韩式冷面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水开了下入面条 过一下凉水 口感会变得更好 两只的配方在这里 记得要做好笔记 冷面不能没有雪碧 就像我不能没有你 放上切好的配菜 鸡蛋 当然也要来半个了 谁说冬天不能吃冷面 晒着太阳来一口冷面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们有多少人是奶茶中毒爱好者 不要再喝奶茶啦 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不要自己动手哦 在煮花生的时候 先把银耳泡上 煮好的花生捞出锅里边凉水 做花生汤一定要去掉皮 要不很影响口感 泡开的银耳去根解碎 煮的时候水可以多一点 盖上盖子包两个小时 盖上盖子包两个小时 煮成奶白色 加入冰糖 等冰糖熬化了 再加入牛奶就可以出锅了 比芹花还甜的花生甜汤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鸡胸肉和杂菜一起剁碎 加入葱花 蔬菜粒 蒜末 还有屏幕上的调料 搅拌均匀 骨口都成一个圆 一压 一捏 就包好一个小包子了 封口的内面向下先煎 剪到金黄之后再翻面 淋上一点水 盖上盖子 先蒙 切开苦瓜 取燃 切断 再切切片青柠檬 再倒入冰块和柠檬 吹上521下 接着倒入绿茶 摇晃均匀 小煎包也好啦 外表酥脆的情况下 里面的肉更是完全不像鸡胸肉 特别的多汁 快来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怎么用一块鸡胸肉 做出10个小鸡盘 快来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了 切好的鸡胸肉 加入屏幕上调料 抓匀 腌制20分钟 油可以多加一点 有一点炸的效果 我怎么切的都是爱心的形状 煎至表面金黄 带着点焦脆 超简单 还便宜的小鸡排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以为这是个鸡蛋吗 芒果对半切开 在果肉上划上网格 一刮就切成小丁了 在打的时候要加点水 再来一勺海藻桑纳 变成这样绵密的糊糊 加一瓶雪碧 同样的加入海藻桑纳 因为气泡比较多 所以要静置两小时 再拿一个大点的网 加入碳酸盖搅拌均匀 勺子里倒入芒果浆 放入碳酸盖淋液里 轻轻的摇晃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 超逼真呢 接下来可就有难度了 我可是放车了好几次 最主要的就是蛋白部分裹不住蛋黄 两个会分开各个各的 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 先倒入一半的海藻酸纳熔液 再把假蛋黄放上去 再倒上另外一半把它紧紧的包裹住 完美的龙饮鸡蛋就做好了 轻盈剔头 甚至都能直接揪起来 酸甜的芒果蛋黄还会流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怎么把普通的甜品做出米其林的效果 你要选稍微硬一点的 要不在切片的时候很容易裂开 倒工不行的也可以用切片机哦 泡在柠檬水里防止氧化 再准备一些横截面好看的水果 熬一锅糖水 糖和水的比例是1.5比1 放入梨片裹上一层糖浆 一定要垫上硅胶片防止沾黏 又到了发挥影响强力的时候了 摆上水果还有可食用的花瓣 怎么好看怎么来 然后在表面再刷上一层糖浆 垫上硅胶垫稍微压一压 房子在烤的时候变得不平整 先烤20分钟取掉硅胶垫 再烤两个半小时 赶烤出来的时候有点软 饭一会儿它就变硬了 你们看光度可以偷得出来 用它来准处一下这个失败的草莓蛋糕 是不是瞬间就高大上了起来 也可以直接吃 吃起来像脆脆的糖片 快 走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的第二道教了你们一个剥柚子的小技巧 可一定要让你的对象学会哦 炒好的玉米加入平衡上的调料 关键的就是家里用不完的芝士 搅拌成糊状 下锅煎的时候要注意锅也要用不粘锅 等到定型了再放面 要不然可能会散开哦 柚子切掉头位再把皮切薄一点 沿着白膜来一刀 这样可以剥下完整的柚子果肉 浓郁拉丝的芝士里还有香甜的玉米粒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认为饺子最好吃的做法就是酸烫了 吃一口就会爱上 碗中放蒜末 葱花 虾皮 生抽 陈醋 香油 好吃的关键是放这个辣椒油 水开把饺子煮熟 再盛两勺汤到碗里 原汤化原食 放入饺子 老公再也不说没有胃口了 现在正是吃蚕豆的季节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蚕豆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水开加适量油和盐 倒入包好的蚕豆 这样煮出来才会翠绿不发黑 煮三分钟捞出来头凉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然后加蒜末 葱花 小米辣 淋一勺冒烟的热油 还有这个凉拌清蒸都好吃的白灼汁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试试吧 来一锅萝卜干的活动 两罐不到一杯奶茶钱 一罐里面有300克 用的是高山萝卜 比一般的萝卜更爽脆 味道真的是绝了 可以炒饭的时候加一点 煮泡面的时候加一点 配个干饭 配个稀饭 比叶吃也很棒 麻辣可口嘎香脆 这道菜喜欢吃虾的千万别错过了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招烧虾饼 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先把虾容转出粘性 招烧汁的配方不带在屏幕上了 用虎口的位置兜出一个虾球 放进锅里用场子压一下 煎到冰冷变色就可以饱念了 刷上招烧汁 撒上点芝麻 用海苔包起来 学会了这道菜 快速提升你的家庭地位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这几天看到情绪有点低落 我听说鱼里有种特殊的脂肪酸 可以让人开心起来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且吃开心鱼 没有男朋友的也比小闺蜜动手哦 蛋清和淀粉 可以让鱼肉变得更加嫩滑 切一个西红柿把它剁成泥 锅里加一点油 下入大蒜爆香 再下入西红柿泥 等到变粘稠了 加入清水 铺上金针菇和盐制好的鱼肉 让它们吸出汤汁 天气逐渐变凉了 大家要照顾好自己 暖呼呼的茄汁开心鱼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